大家好,我是Aaron 上一次我们讲了Bitcoin和其他加密货币的价值、风险、问题和政策趋势 错过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 找到我们上一次的视频 其中我们特别提到了一个加密货币叫Steam 这是为数极少的有大量用户已经在使用的区块链产品之一 现在已经市值高达10亿美元 应用Steam的平台叫Steamate 有点像论坛和博客 它独特之处在于系统可以奖励那些发好文章的人和一些点赞的读者 这样就摆脱了传统平台的限制 比如说需要读者去自讨摇摇摆或去广告商赞助 就像微信一样 今天我们会详细介绍Steam的一些机制 原理还有货币还有的经系统 还有的一些现有技术亮点 那么在开始之前像上次一样 我想先做一个预告 很多人都知道我已经做过很多年的机器学习和话题模型这方面的研究 做过一些比较独特的信息概括和可视化方面的技术 最近我们即将上线一个新的平台 将同样的技术应用到区块链新闻讨论和技术文摘 这等等各种信息 就是让为大家广大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爱好者提供一个透明客观 事实的这个信息总结和摘要 大家如果有兴趣适用可以加入我们的Telegram群 我们会在Telegram群和我们的Facebook上更新进展 那在讲Steam以前我想先讲一下现在的类似的传统系统的问题 首先呢想做好一个论坛 想做好一个内容社区 就要做好两件事 一个是要讲一下那些生成优质内容的人 那么这个呢就通常让用户来决定什么是优质的 而不是说要这个论坛的版主来决定 或者说这个中心的这个权位来决定 第二呢是在做好一个商业模式 这个页面越干净越好 广告越少越好 但广告越少通常又越难以持续 这个情况下让用户去掏药包的话 把用户去掏药包去讲的那些作者的话 就比较有挑战了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传统平台解决方案核心呢 就是把支付做更方便一点 做好微支付 然后呢再加一个新的什么功能 比如说打赏 那么微支付实际上在技术上相当难 相当有挑战 因为要把每笔支付的延迟和费用 控制到相当低的水平 而且还要做好这个安全性 还有隐私性 是有很多 牵扯到很多问题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这页里的这个链接 去看相关技术文章 不过扯开这个技术上的难题呢 更大的问题是读者会不会真的 因为有了微支付 就更容易掏钱了 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先看一下数据 据我了解现在大型平台上的那个 支持微支付 大规模做实验 做这个打赏功能的 只有微信这么一个 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 这个打赏功能在媒体上吵得很火 微信呢 从2015年就开始 实验这个东西 不过他们在同年公布一次数据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 我这里没有放出来 但网上可以到处都可以看到 打赏的这个收入金额 对于那些作者而言 是微不知道的 而且近两年呢 微信 好像就没怎么公布数据了 在网上就很难再找到 类似的公开数据 可以说微信的这个打赏功能 相当于微信的本身的体量而言 做的并不是很成功 那这两年也有几个区块链公司 在尝试做更好的微信服 也可以用来打赏 不过现在都在非常初级的阶段 影响呢 非常小 那有些小规论平台 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比如说微信服啊 还有打赏 尤其是那些创业公司 但就像我这里列的几个 他们已经做了好几年 也没有多少用户和资金的支持 发展也遇到了瓶颈 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 我也很同意 就是即便这个微信服做的再好 打赏也是一个让读者去想 去做决定 让读者去最终逃腰包 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在心理上 就会让读者产生精神上的焦虑 唯一一种让用户想也不想 就能拍板做决定的东西 就是不要钱的东西 比如点赞 就点一件按钮 就像我们去吃饭一样 比如说买一个拆椰蛋 虽然很便宜 可能只要五毛钱一个 但是买之前我也会想 我到底饿不饿 买这些东西值不值 如果别人请我呢 那我可能根本就不在乎 要买多少个拆椰蛋 或者说这个钱到底值不值了 所以免费的才是不用去想的 这下面我付了一个链接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个人的一些观点 那么现在呢我想介绍一下这个steemit.com 那steemit就是依据这个steem的区块链上做的这么一个 不宜拷贝之福 却可以奖励那些优秀的内容 这么一个内容设计平台 steemit完全是基于这个steem的区块链上做的 那所有的帖子呢 评论还有奖励还有投票等等 这都存在在steem的区块链上 steemit.com这个网站呢 就像是一个用户可以看 可以使用前端 大家可以看到和其他内容社区最不一样的是 每个帖子下边都标明了预估的奖金额 我们现在在一个就是显示最近流行的话题的界面 第一个帖子奖金额是1300多 上面有一个横线 那是因为作者放弃了奖励 他把奖励都给那些点赞的人 第二个帖子奖金额是600多 那么steemit这个东西在 在这些白皮书里经常拿自己和reddit比较 reddit呢就是全世界现在最大的论坛 白皮书里提到早在2014年 就有人在福斯上发表文章 文章理论证说如果每个给reddit贡献内容 就是写内容或者写回复或者点赞的人 都能拿到一点reddit股票不管多少 那么reddit都会变得更好 因为那些人就相对于有份 reddit变得更好 他们也会获得收益 他们当然愿意 那么如果reddit变得更好呢 他们的股票就会升值 那么每个贡献者也就相对得到奖励 那么就是出于这个想法呢 我们能不能设立一个新的平台 让用户之间不再互相掏腰包打赏 而让系统根据用户对社区的贡献 以及他们对平台的价值提升 然后自动奖励那些给社区做贡献的用户 就是那些发贴的人和点赞的人 点赞的人就是找什么贴子好嘛 那么这个思想就是steam的设计的核心思想 就是不再由一个人去给另一个人套钱 而是让系统给大家套钱 就跟共产主义有点像 那么在讲steam的机制以前呢 我想先列一下数据 介绍一下它现在这个状态和它的背景 steam是2016年3月份上线的这么一个产品 它做了自己的区块链 它从来没有搞过ICU 现在才做了不到两年 用户数量已经自然发展了75万 这在7个月前呢 是不到25万 也就是说这7个月翻了三倍 活跃量呢 是每周20%的活跃量 每天都有10%的用户都是活跃 那更引人注目的是6个月前 总计已经有超过30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 就是分发给了超过5万个用户 作为他们发帖或者点赞的奖励 那从这些数据上看了 我们刚刚提到的2014年那些服务资上对REDIT的设想 已经在steam上通过区块链至少小货管的实现了 那么用户在steam上可以做什么呢 就主要有两件事 一个是发帖或者回帖 另一个就是点赞 两种行为都可以获得奖励 这些奖励都可以转送美元 这是非常实在的 发帖获得奖励呢 是根据帖子每天被点赞的这个排名来计算的 那发帖的人有三种选择 一个是将奖励的一半或者分给那些点赞的人 或者将全部分给点赞的人 或者全都自己留着 那么一般来说 作者就会按照默认纸对半分 因为如果都自己留着的话 可能很少有人愿意来点赞 那这么说起来 也就是说点赞的人 不仅可以帮平台决定哪些发帖的人该获得奖励 同时他自己也会因为投出这一票 做出这么一点点贡献 获得一点回报 而不是说自朝腰包去奖励作证 那点赞的人获得的奖励呢 所是根据每个人的投票影响 按比例计算 那这个投票影响力 还有一些其他的概念 我稍后会做出介绍 那么这些奖励是以什么形式来发出的 那这些东西就跟区块链有什么关键 那么从这页开始我就开始介绍一下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Steam上三种货币 区块链上三种货币 一个叫Steam 一个叫Steam Power 简称是SP 然后第三个就是Steam Blockchain Dollar 简称SBD 这里呢Steam是一个在交易所上流通的 这个基本的货币 它可以转换成SP或者SBD 那第二个货币这个SP就像股权一样 就是对这个Steam社区的股权 这个SP带有投票权 它来决定投票和点赞的影响力 那SP还可以参与分红 就像利息一样 那也可以变现 就把股权变现吧 但是这个股权变现的过程是缓慢的 第三个货币SBD 它主要是设计用来保值的 通过一些机制 自动和美元保持一对一的这个汇率 也可以呢 随时按照市场价在几天之内转换成Steam 持有SBD呢 还可以获得 有时候可以获得一些浮动利息 这个SBD这个东西就有点像实际经济中的这个债券 我们之前提到发贴或者点赞都会合得奖励 那其中大多数奖励都是以SP的形式发出 就像股权的形式发出 那发贴人呢 也可以选择将其中一部分以SBD的形式来发出 就是股权加债券 那么先看一下这个Steam自发行以来 这个价格走势的市值变化 Steam作为一个没有搞SU的币 它的发展比很多做了SU的家里 会不会有好得多也快得多 它是从零所起的 大家可以从图中看到 随着这个用户的数量和影响力增加 市值呢 从零涨到现在十亿左右 每个币的价格也从最开始接近零 涨到现在四到八块 那刚才我说到Steam的三种货币 可能大家听了有点晕 那接下来我想详细解释一下Steam 和SP 还有这个SBD之间的关系 大家可以从这个图中看出呢 Steam是被设计成一个流通的货币 是整个系统的中心 那Steam呢可以通过1比1的形式转成SP 这个过程叫PowerApp 也可以按Steam的平台的C自带的交易所 按市场价去换别人的SBD 那Steam的获得方式只有三种 一个呢是从SP转换 那需要13周 那每周固定转换13分之1 不管一开始你想换多少 那么第二呢是从SBD转换 按Steam的市场价 那个以每个SBD一美元的固定价格 经过系统转换 那也可以不经过系统 在Steam的自带交易所上 跟别人按这个市场价格自由就要换 钱其实有人换他行 那这在机制上保证的这个每个SBD的价值呢 最低是1美元 那第三种获得Steam的方式 就是通过其他交易所 在交易所上自由买卖 比如通过美元或者其他的货币 比如说BTC或者Ethereum之类的 那从宏观角度来看整个系统 获得币的主要方式 是来自于这个发帖和点赞 产生SP或者SBD 那么挖矿 也就是说设立这个认证节点 来算区块 也是另一种获得SP的方式 这个我们稍后会做介绍 哈喽大家好 我是BTiger的Jo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不要忘了点击右下角的Subscribe 订阅我们的频道 每天都有精彩内容不断更新哦 好那么最后我简单来总结一下 也给每个币的用法举个例子 那Steam呢就是一个有流动性的可以用来交易的币 可以转换成SP或者SBD SP是用来决定你产生的最大的影响力 比如说去点赞或者投票给系统选拔矿的节点 也可以缓慢的转换成Steam 一个普通用户他可以通过发好的文章 给好的贴子发点赞的这种形式呢 赚到一些SP或者SBD 然后他又可以干两段时间 一个是转换成Steam 然后卖掉去赚一些美元 也可以留着 然后积攒自己在这个社区的影响力 在积攒的同时呢 还会获得一些分红的利息 那如果有人想体验一下 这个人民币战士的感觉 他想迅速的提升影响力 可以考虑买一些Steam 然后转换成SP 当然并不是说买了Steam 就能很大幅度上的影响 那个平台上的内容和排名 也很难因此牟利 因为这个平台有防作弊 防攻击的这个机制 那这点我们稍后会提到 那么最后呢 SBD是一个用来保持 维持生态稳定这么一个币 它和美元是1比1的这么一个关系 理论上 也可以在三天半之内转换成Steam 后来呢 它又加了一个新的功能 就是2017年加的 2016年年底吧 就是在promoted这个专区提升 给一个贴子提升排名 那大家可以点一下这个页 所以下面这个链接 了解具体的promotion机制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呢 把Steam转换成SBD存放 可以解决这个手里的 这个Bit价格不稳定这个问题 这个在Bitcoin和Inserm上经常被人诟病 也让这转了以后呢 因为至少保证它价值是1美元嘛 实际上心里也比较踏实 那不仅呢 有时候可以获得一些利益 还可以偶尔做点promotion什么的 如果你自己发一些自己特别想别人 让别人看的帖子 那说到对美元1比1这个事情呢 这一点这里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这个事情是 虽然说系统有明确的机制 保证SBD的价值不低于1美元 但是除了降低SBD利息以外 目前还有没有这个非常有效的机制 让SBD的这个价值保证它不太高于1美元 那大家可以从这个图中看到 目前由于炒作 SBD的价格已经从远超过当初的设计 前阵的涨上10块 然后最近也降了两三块左右 那为了控制SBD价格呢 挖矿验证节点 现在已经自动达成一个共识 将SBD的利息降了0% 开发者正在那个GitHub SBD的GitHub上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有基本方案 但是还没有完全正式开发出来 那讲了这么长时间 SBD的这个货币的经历体系呢 我还没有讲 BD到底是从哪来的 怎么生成 而且系统是怎么分钱给大家 很显然这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问题 SBD上各种币 它是随区块链上 随区块一起生成 每次生成新的币 75%的币会放进一个奖励池 然后按照机制分配 分配给作者 还有那些.3的人 15%的币会分配给持有SP的人 作为分红 剩下10%的币会分给那些开任节点 去挖矿的人 鼓励他们继续维持Steam的生态系统的运转 这些币的生成速度 和Steam整个生态系统的币的总数 达成一个形成一定的比例 这实现定好的 有点像通货膨胀 2016年年底的时候 这个比例是7.5% 之后机制上设定是每年下降0.5% 直到最后的通货膨胀率降到0.95%为止 之后就永远保持到0.95% 0.95%的年大概是2037年 接下来我简单讲一下另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就是这个系统搞得这么复杂 到底能不能防缩币 我之前提到一个人持有的SP的数量 就是他决定他投票的权重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叫Voting Weight 另一个决定影响力的因素就是投票能量 这个叫Voting Power 那每次点赞的最终的投票影响力 是权重乘以能量 就是Voting Weight乘以Voting Power 那你每次投一次票的能量 你的Voting Power就下降一点 而且呢每天只给你恢复20% 所以说这样那些乱点赞 而且甚至去刷票的人 很快就会把能量用光了 能量用光了以后 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力 因为就是你到0%嘛 你的Voting Weight再大 你乘以0%还是0 那这么设计是因为每天 正常来讲 每个人每天的阅读量是有限的 那越到后来呢 一个人他阅读吸收力就越差 那点赞的质量呢也会衰减 所以他的这个权重就应该现行降低 有人会问 能不能注册一堆新的用户 去绕开这个机制 首先呢新用户注册之后 要经过好几个小时 到几天的这么一个自动认证时间 才可以投票 那认证节点 如果发现用户可疑 就是有权不通过认证 这是一个自动的机制 另外呢就是新的用户 其实他没有SP 系统会暂借给他15个SP 这15个SP的影响力 是微乎其微的 老用户设立的SP 如果想转到新用户那里呢 他先要转成steam 也就是说要分13个星期的时间去转 至少要等一个星期才会有第一份的SP 转成steam 最后呢 steam的平台有一个标准的机制 在很多用户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呢 可以降低一个贴子的影响力 甚至可以移除那些降临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steam如何防止恶意攻击 避免系统过载 恶意攻击就是 比如说一个用户 他不停的去点赞 然后不停的 比如说通过一些机器人 自动生成一些乱七八糟的数据 乱七八糟的行为 来让整个网络 网络变得很拥堵 就像CryptoKitty 把Ethereum的网络 复杂变得非常大一样 虽然CryptoKitty还是有一点用的 用户对steam的网络上 用户没产生的一个公开的数据 这么每一个行为都被记录在情况下上 比如说发帖 比如说转账 点赞等等 如果这个机制设计都不好 恶意攻击的人就不 会不断的产生垃圾数据 让整个新众活在 大多数区块链采取的方法 应对这个方法就是设定一个交易费 对每一个在区块链上增加数据的行为都收一点交易费 比如说Bitcoin和Ethereum 这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比如说会让新的用户丧失兴趣 因为你要往里放一点币才能做任何事情 那么比如说在Bitcoin上一个Bitcoin都没有那些用户 他什么事情也干不了 这个就让人顿时丧失的兴趣 另外的一点就是规模大了以后 交易费就会变得很贵 比如说Bitcoin现在转账 交易费已经高达数十美元 不管转多少 相比之下 Steam设计了一个更合理的机制叫带宽 有点像电信云上的宽带网 用户产生的数据就会占带宽 用户占的带宽 按一周的浮动平均值来算 如果一个用户使用的带宽超过了带宽的最大值 就是他允许他的带宽的最大值 那么在区块链负载比较高的情况下 他所有的行为都会被延迟处理 或者说甚至不处理 那么用户持有的SP越多 就是他的股权越多 带宽就越大 这种机制和电信商常用的一个叫做 Fraction Reserve这么一种模型 非常相似 这是一种变种 这个在Steam的Whitepaper里 有比较详细的讨论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 这里我就不讲了 那么在最后结束以前 我想详细介绍一下Steam区块链上的一些技术量点 Steam呢 它采取了一种Consensus Protocol 叫做Delegated Proof of Stake 它和一般的Proof of Stake有点区别 就是把Stake可以转介给别人这种Delegated 那么这里的Stake就是SP 就是Steam Power 这种底层的协议是非常非常高效的 整个Steam的网络每秒可以处理高达一万个行为 而相比之下Bitcoin和Ethereum只能处理不到十个 而且全世界的最大论坛就是Reddit 它每秒其实只有250个行为 其中220个就是点赞 23个是回贴 然后两个是发贴 差不多就是这样 Steam的网络区块链呢 在技术上支持的规模 可能已经远远超过Reddit 虽然说现在还需要经过一些实力实力运转来验证这种说法 但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Steam区块链是每三秒产生一个新的区块 一般操作就是发贴什么的 几秒以后就能看到效果 就是立竿见影的 而不是说像Steam 而不是说像Bitcoin或者Ethereum一样 干什么事情都要等几十分钟 或者甚至几个小时才能确认 Steam的区块链也是很稳定的一个区块链 Steam的区块链已经硬分叉超过18次 它从没有像Bitcoin或者Ethereum一样 每次分叉都弄一个大新闻 而且动不动就弄出一个新的币种 分叉出一个新的币种 那么除了那些区块链上的设计特征以外 在工程和架构上 Steam也有三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一个是ChemBase ChemBase是通过内存映射的这么一个数据库 在效率和稳定性上 比Ethereum用的那个东西叫LevelBase 要好得多 我还没有亲自测试过 但是我记得我在用Ethereum的时候 经常因为LevelDB各种问题而卡住 然后出现各种异常 这情况下我就不得不手中去删一些文件 手中去看那个数据会有什么问题 或者把所有数据删了 然后冲来 在Steam上 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 第二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就是AppBase 它可以让Steam的不同的模块 不同的功能按模块开拔 这一代非常快 而且更方便很多人一起协作 大家可以去Steam的GitHub上 去看它具体是怎么用的 它上面有一个说明书 第三个亮点就是 我觉得比前两个更有意思 它用了一种架构叫做Lmax 这个Lmax首先是由一个股票交易研发的 由他们投入实际手中 在单线程的形状下 每秒可以处理高达600多万个请求 这里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大家感兴趣可以点击这页最下面的链接去了解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 为什么论坛加博客系统 非要在区块链上做 首先有的区块链 每篇内容的价值是通过所有用户共同判断 达成共识 没有区块链 内容的价值就定义比较随机 要么就是某个群影组织 判断 比如说那些通常的网络媒体 它给一些投稿人一些固定的回报 要么就靠广告收入 比如说一般的博客或者微信 第二点呢 用区块链可以从根本上杜绝对某些内容的定向评理 也可以让那些有价值的内容更好的浮现出来 那没有区块链某些组织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评逼某些特定的内容 评逼某些特定用户 而且还可以控制舆论 那这个在大家在各种论坛上或者微信上肯定是很有体会 我就不几义了 那第三点就是使用区块链和去中心化的这个模式呢 可以让整个社区为好内容买单 而不是说让某个单独领域去掏钱 那没有区块链这样的系统 就是要么就是 就是总有 总有一个特定的一方去买单 要么就是读者 要么就是广告商 要么就是运营公司本身 这个例子就有很多了 比如说Quora 直呼 还有微信等等 最后一点 从技术和维护的角度上来看 这个基于区块链这个系统呢 可以达到很高的吞吐量和容错率 同时极大程度上降低了每个节点的这个运营成本和要求 实际上对于每个节点来说 如果这个区块链这个东西发展的好的话 他们获得的通过币获得的奖励 获得的这个收益是远大于他们的运营成本的 那相比之下 不用区块链的话 不用区块链就需要一个中心运营的系统 这个中心运营系统很可能运营成本就很高 不仅需要这个专门的维护团队 还经常出现各种问题 然后比如说cora和知乎就经常不能访问 reddit以前还不是事实的 那这个维护的团队 这个维护的系统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奖励不合理 就没有太多的动力去把这个系统维护得非常好 它这么一个中心的系统也很波热 那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还没想好下次要讲什么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提议的话 欢迎在下面的回复中提出来 也大家如果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呢 也欢迎随时遇过联系 那欢迎大家点击右下角这个subscribe menu 订阅Bitager频道 继续收听后续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